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今天的理宙TV 那當然我們這個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有重要的活動 那目前為止的話 我相信投資人一開始報名 那就是11月15號 訂在禮拜五的話 我們有一場非常重要的演講會 那其實這個演講會的內容 我們主要是針對台股進入到第10季了 它的形態到底怎麼走 你要先知道它未來該怎麼走 那你再去了解它的結構是什麼 那再從中間來找尋股票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11月15號 禮拜五晚上7點鐘 我們會在台北舉辦一場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場演講會 那我希望今天 看到我們理宙TV的一個投資人 長期支持岩老師節目的一個投資人 務必要在這個禮拜五晚上7點鐘 來到我們台北的一個演講會的一個現場 顏老師有好理大享受 有一檔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棒的一檔紅包股 我願意拿出來跟大家一起來做出一個分享 那不要以為說這個大盤最近好像震盪整理 非常難做 那未來當然還是有很多的一個標股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制卡的第一張 那其實第一張制卡的話 我相信投資人 如果說你是岩老師好朋友 已經有所謂的掃蠻QR Code了 已經有加LINE的話 這份資料已經拿到了 拿到這份資料你會覺得很驚訝 岩老師 為什麼你送給我的南茂 那近期以來就是盤面上面最強的 從低檔區開始起漲已經漲了30% 我相信創新高的股票南茂 8150的南茂 只要你有動作的 我相信都是賺得到錢 你的動作越大 你賺的會越多 但是南茂只有漲30%嗎 這問題要想一下 一檔真的標股 岩老師送給各位的11月的王中王 第二檔股票叫南茂 真的只有漲30%嗎 拉回要不要去做動作 這個才是一個重點對不對 資料都是先送給你的 11月11號 我相信禮拜一 這份資料從你點擊開始 從你加入到岩老師LINE的時候 你就拿到 甚至在今天 我怕你收不到 我還把這份資料 放在我們的所謂的LINE裡面 直接發給你 我相信你拿到了 點擊進去拿到了 跟岩老師現在節目秀的應該都是 同樣一份資料 那第一檔股票南茂 有賺錢的老師給你恭喜 沒有賺錢的要動作 要比較快 我們有演講會 你來老師 絕對會讓你滿意 你聽到 第二檔股票就更神奇了 老師這檔股票叫做國具 11月11號送給你 你那時候還沒有怎麼樣 還沒有停止交易對不對 最後一天嘛 所以說每一個都可以事先拿到 甚至你跟我們助理講 你都可以拿到 那時候國具的股價在什麼地方 在280幾塊 因為連續下跌最好買 那天成交量大概1萬多張 我相信很多的投資人 他在操作的時候都會遇到困難 那天成交量幾乎都是所謂的停損量 停損量很可憐 投資人其實很可憐 國具的操作也許看對了 買對了 但是你不見得賺得到錢 這就是投資人最比亞的食材 你知道嗎 那資料送給你 你真的賺得到嗎 國具嗎 國具今天跳工漲停板 鎖了9000多張 文業鎖定了97萬張 第二名叫國具 老師你事先知道嗎 你問我我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我會把重要資料 我會把南貿送給你 我會把國具送給你 我就希望說你在操作的部分 你不用去擔心了好不好 你只要跟上我們腳步 我就希望你能夠賺得到錢 那我們看到國具的K線圖 好不好 來看一下 來國具K線圖 今天我們看到江波圖 今天一架到底 非常標準的 非常強勢的 目前為止台股裡面 最強最強的股票叫國具 顏老師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簡訊好不好 如果顏老師說有 你會相信 如果說我在節目裡面 我只是跟你講 介紹這檔股票 他併購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是做 所謂的超級被動原件的 他溢價18% 溢價23% 未來的話這個EPS 對國具的貢獻度 超過14塊 我相信這樣的解釋 你沒辦法接受 這個叫真平實去 這個叫做真金白銀 真金不怕火鍊 顏老師願意站在這個里洲平台 我大聲的講 我們會員就是有 兩筆單 兩筆單 這是今天 今天早上的一個簡訊 在早上9點02分 三級會員 如果說你是顏老師會員 你自己對一下 這三級會員裡面 有沒有收到顏老師的簡訊 有 顏老師恭喜你好不好 我們在9點02分 但是黃色的部分的話 然後我就保留給我的會員 那我今天恭喜 顏老師會員 目前為止有國具的 國具你不要問顏老師說 老師到底會到350 還是到400 你不用猜 你只要跟上顏老師的腳步 好我們回到第一張 顏老師送的11月份的網中網號 那第二檔股票難貌 我證明了一件事情 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 找到對的股票一樣賺得到錢 難貌創新高30% 可不可以放狗袋當然可以 老師今天跳空大漲的國具 一根漲停板就是28塊 有好賺嗎你自己算好不好 明天會不會漲停板 我不知道你不用問好不好 你就慢慢看 難貌未來會不會創新高 再持續大漲 國具 那今天漲停板 明天會不會持續的跳空漲停板 你慢慢看 這個資料都是先送給你 這叫公版 我在LINE裡面送給你 對不對LINE給你 你加入到你掃描QR Code 你加LINE之後 顏老師直接怎麼樣 就把這個股票送給你 我今天怕你收不到 我今天還重新再LINE一次 你錯過了難貌 你錯過了國具 明天要注意什麼 來頭子機 第一支 SSD固態硬碟的 這個地方有轉機喔 你南貌不用追了嘛 對不對 拉回再看一下好不好 國具明天可能又跳空了 你也買不到 你也買不到 好 把你眼睛目光注意到第一檔股票喔 如果說你今天這邊資料還沒有拿到 你趕快打個地方進來拿 好不好 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有一檔隱藏版的好股票 那你有興趣的 可能是比南貌 可能是比國具啊 跳空漲地板還要更標 有沒有 有喔 有喔 這個隱藏版的好股票 你要洽詢我們的服務人員 我們服務人員的話 應該會告訴你 那這個就是我 演講師今天必須要跟大家講的 那當然這個演講會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檔中的演講會 對投資朋友來講非常非常重要 每一次報名人數真的非常多 那我們這次舉辦的一個地點是在台北 禮拜五的演講會 對投資朋友們來講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講 我介紹給大家聽一下 你想知道台股未來的走勢嗎 他到底怎麼走 心裡面有個地圖 你就大概就知道 怎麼樣來做出個布局的動作 那這個行情 未來會長哪一些的標的 你做個筆記抄起來 你就可以找到一個方向 知道未來的一個走勢方向跟結構的話 這個大盤只要你拿出信心來 你就賺得到錢 如果說你找不到標的 你來操我 好不好 我都給你倒三天 顏老師絕對給你倒三天 絕對絕對給你倒三天 我們再來看一下2327的國具 好不好 高不高興 高不高興 高興的話按個讚 顏老師現在還有單嗎 現在還有單 那當然有人會問說 老師你 你是知道這個併購的一個消息嗎 你這樣問我不知道 只有陳泰明知道 只有陳泰明自己知道 今天他也召開記者會 但是顏老師要跟我講的 不是講這個所謂的中間的過程 顏老師就跟你講結論 如果說你能夠事先把握 掌握到這些會大漲的一些標的 未來會翻倍的股票 那未來國具會不會追上金冊 有人在問我 老師金冊三百多塊錢 也如果漲到一千多塊錢 那這個國具從兩百多塊錢 現在已經到三百了 會不會未來漲到四百五百一千塊錢 一路的漲上去 因為這個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了 被動原件從國具的部分 併購這家公司 他目前為止產能全世界第三名以外 最重要的他併購了一家賺錢的公司 重點在他併購的是一家超級被動原件 超級被動原件到底有多恐怖 你自己上網看一下好不好 注意到我們QR Code的部分 QR Code的部分其實就是要告訴各位 只要掃描QR Code 只要加LINE 一定要掃一定要加 成為顏老師的好朋友 今天顏老師在LINE裡面告訴你 這個南茂跟大家講 這個國具 明天還會再出現另外一檔股票 但是我希望這檔股票 你能夠先拿到先佈局 有機會把錢放口袋 所以說還沒有加LINE的 還沒有掃滿QR Code的 好好掌握這個機會 那當然你現在開始掃滿QR Code 加來之後的話 這個禮拜五 十一月十五號晚上七點鐘 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場演講會 在台北無論如何你一定要來 現在馬上就可以開始報名了 那我們的場位 我們的場次座位都有限 我希望大家怎麼樣 一起來 阿嬤最會來 如果大家說你欠錢的 你也可以來 看顏老師怎麼樣來幫你嘛 好不好 所以說十一月十五號晚上七點鐘 有一個紅包 老師真的有紅包 有 我跟你講有就是有 你不用懷疑 你來到現場一定會拿到一個紅包 有任何的問題 你直接在營養會先上問我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能夠當面的 能夠當面的 營養老師幫各位來解答一些 你在台股操作的一些問題 好不好 我希望真的能夠幫得到你 好不好 那我們再來看幾檔股票 好不好 第一檔股票的話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4943的合作 合作來 4943的合作 合作今天創破端性高 4943 合作的話今天創破端性高 我們來看一下K線圖 它是很標準的嘎空股 那它跟2317的紅海 紅海 它的類似度非常類似 紅海是屬於嘎空 但是嘎的不是很強 但是4943的合作 在未來的日子裡面有拉回 麻煩請你注意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2317的國序 顏老師恭喜你 今天跳空大掌 明天會不會再來一根掌停板 請大家拭目以待 好不好 那11月15號的一個演講會 台北的晚上7點鐘 歡迎各位大家光臨 直接來到我們這個演講會現場 還沒有報名的 趕快來做出一個報名的動作 最好的一個紅包 我會在這個演講會現場 直接的做出一個發放的動作 還沒有掃買QR Code的 還沒有加LINE成為 好朋友的 今天趕快利用機會 這個禮拜五非常重要的一個演講會 11月15號晚上7點鐘 台北的一個現場 我們演講會見 好 謝謝各位今天收看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審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